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立即输出防救災地图 提供救災部队使用 该场应应国军任务需求 发展防救災涂胎系统 采云端架构整合资讯 积极研发各式涂资系统 满足部队各项占远训 及防救災任务需求 我们除了已经产制了 我们灾区的范围图 提供给各级的部队使用之外 我们也携带了我们的夜市装备 还有我们的征收装备 还有我们的测量装备 到达了灾区的现场 那我们除了实施了测会之外 我们也在隔天的凌晨 我们把比较重要的灾损地点 三维的景象 全部都把它记录下来 这些成果除了在实际上 救灾部队在使用之外 我们未来在灾害的评估 灾损的评估等等 都有很正面的帮助 401厂并搜整 国家灾防科技中心灾害浅室资料 建立国土资讯及影像资料库 研制出防救灾地图 防救灾涂胎系统 结合该厂所研制夜光纸张 产制夜光地图 设置平时能救灾 战时能作战的国土资讯 及影像资料库 除支援三军作战外 也能针对国家发生灾难时 立即输出防救灾地图 提供救灾部队使用 此次高雄气爆事件 401厂使用三维镭射扫描仪 记录气爆点地貌改变及灾况 透过真实的视觉化呈现 可提供见识人员精确的数据 建制防救灾图资 强化国土防卫能量 军文社记者卓以利 刘德庆台中采访报导